剛才有同學提到說 那我乾的我怎麼繼續做 那我現在做給大家看 就是說我輕輕刷一次水就好 我還是可以接 但是我水刷的量要夠多 例如說我要畫這邊 那我可能可以刷到這整個全部都是 否則的話它就會運過 它運到這邊萬一停止之後 它就會出現那條線 非常非常的明顯 所以你盡量可以刷多一點點 例如說我現在要補這一塊補暗的 我補給大家看 那你怎麼做 那我就把這邊都刷水都沒有關係 水整個都刷過來了 我刷到這邊 好我這邊不要補 我就不要刷水 那我這邊我就繼續刷水 刷水 好刷 這樣輕輕刷就好 不要用力刷也不要刷第二次 你說到第二次 對 很簡單 你重複刷就會掉色 你這樣一直刷它鐵釘掉色 就不用講一定掉色 只要你不重複刷 它只是輕輕鋪上一層水 我再去融顏色 就會很漂亮 它顏色就會非常非常的漂亮 老師 如果晃的時候有毛黏在上面怎麼辦 毛黏在上面 它趕快挑起來 其實沒關係 乾了再把它弄掉也可以 所以才是還好 你就這樣染 你看 它一樣還是可以融在一起 所以不用太擔心 沒有 它還是可以融 這樣就可以了 輕輕的呢 輕輕刷 你不要重複刷 你就輕輕刷 或者你可以用點的也可以 慢慢點 有沒有這樣子 它會融在一起 這次你就輕輕刷水就好 但是記得量要刷夠多 你不要我要上這裡 我就刷到這裡 那結果暈出來 剛好暈到邊邊 你這塊又邊硬 那會激起來 除非你要一直這樣倒著 讓它控制那個水 水量 那是這樣 那通常我們在畫出來是這樣 也是這樣 會一層一層一層刷 那可是差一點會差異在 因為你們可能不太習慣 你們會一直這邊也畫 這邊也畫 所以畫的到時候 又都一模一樣 那其實要注意 畫的已經是OK的 你就不要再去動它了 因為你去動它的時候 彩度又整個會下降很多 不要去動它 動它就是覺得不OK 很想要 不過經驗啦 就是說慢慢的就是 會希望大家越畫越少刺 越畫越少刺嘛 對不對 例如說我這次不行 那我可能覺得說 那我知道 因為我上次可能水太多 飲料太少 那我現在在同樣的狀況的時候 那我可能要注意 可能要注意我的 顏料再多放一點點 那你永遠去注意 你那個調色盤上面 水跟顏料的比例 濃度的透明度 為什麼我要用白色的 白色的就是要讓你看清楚 你這個透明下去 到底比例上面是 當然是會有一個經驗啦 但是你可以慢慢去 體會這個經驗 這個感覺 那你就會慢慢的 越來越抓得住 顏料跟水的比例 那你畫上去 就可以保證 永遠都會是成功的 但是成功不一定是剛剛好 有時候 隨機式的表現也會很好看 所以不要太擔心 好像不是你意料中的事情 你應該會很清醒 很多意外的東西 跑出來還蠻好看 對不對 這個 你看這樣 還是可以做啊 就慢慢 那你看會有些人 那個水彩感覺很厚重 它就是這樣 一層一層不斷的做 那看起來就會變得很像油畫 可是又有水彩的 暈染的感覺 事實上就是這樣慢慢的 慢慢的 慢慢的 因為一次做到位 一看就知道它就是一次做完 還是跟多次做完 還是是不一樣的 它其實還是不一樣 因為你還是透著過去看到下面的顏色 它還是會墊我們剛才那個紅紅的上來的效果 所以效果其實是有點不太一樣的 好 那我們趕快做 那我們現在從後面這個瓶子這邊開始做起 比如說我先做平標的部分 我先輕輕刷一點水 平標的部分 刷到這邊就好 我這邊不刷 那我用土黃色 你用黃者色做 刷 輕輕刷 然後再接 接 接剛才的顏色 接下來 接到這邊 越來越深 越來越深 再加進來 稍微再加深一點點 整個都畫 加上去 然後中間這邊加深 加紅褶色進來 一下畫 畫出這個圓的感覺出來 好 那等一下我們會畫這邊 可是因為這邊還沒有乾 我如果現在畫這邊的話 它會暈過來 所以我就暫時不去動它 我畫別的地方 等一下再回頭過來畫 你不要這個畫完馬上又畫這個 那顏色一掉下來之後 那整個又會混在一起 當然如果你想要那個效果 當然也是OK 我就看你自己 那我就會開始 左手先畫這個 這邊 提杯的部分 好 剛剛水 你為什麼要站到這裡 可是你畫了之後 就開始又接色 那這邊沒 這邊我不做 是因為 這邊的彩度稍微高一點點 我就這樣 到這邊接水 我只要接個顏色 讓它接過來 所以我就不用上水 這個地方會有點類似 像絲蟲碟這樣上去 可是這邊我變成是縫 把它縫起來就好 然後接下來我要深一點點 我就直接沾深的顏色 直接畫 那這個就是屬於比較 絲蟲碟的狀況 讓它暈在一起 所以有時候 你們如果看 要不要上水 這個部分 就看你要不要 那麼亮 你如果不要那麼亮的話 你不上水沒有關係 其實不上水會比較亮一點點 繼續我剛才的顏色 好 我就直接畫了 我要接合的地方 我會輕輕花一點水 就是 意思就是我要讓它暈開的地方 那我不要讓它暈開的地方 我不會選擇上水 例如說這邊我要暈開 我就上水 但是我這邊要很硬 我就不上水 要不要上水的條件就是在這邊 你要不要讓它做接合的動作 我如果不想讓它做接合 我就不上水 那因為剛才我們講過 我已經有底色了 所以我不要用太深的顏色去做 因為有底色的時候 我用很深的顏色 畫上去它會更深 所以我會直接用彩度很高的顏色 直接畫上去而已 讓它的彩度高一點點 這個反光過來的顏色 再加 謝謝大家 繼續 不夠深的地方 我們加深 不是每個地方都重畫 夠的地方我就不做它了 這樣子 先做這樣子 好 我繼續做 一次把它做完 繼續加深的顏色 用黑 黑澤色進來 我加一點黑澤色進來 清濾 加深 加一點點 普普四藍 我幾個比較黑的地方 稍微點一下 這條邊的地方 稍微點一下 稍微點一下 這邊不要做 因為這邊比較弱 弱片一點點 做在光影交接的這個面就好 我們先不畫得很細緻 先把大致上的光影先拉出來 這個效果 這樣 這個地方 稍微做強烈一點點 所以會點得比較細緻一些 然後接下來 再用濃一點的顏色 點一下就好 點幾個點 點幾個點 ok 就這樣子 好 那這邊 靠近下面的地方 要比較再更深一些 好 那這邊 我就會一樣 輕輕打一層水 但是有一點點顏色 輕輕打一層水 我要讓它融在一起 這邊打一層水 過來 然後下面加深 這樣它等一下會暈回來 只要會回暈回來 加上去 這個細邊要留下來 它就會回暈回來 就不會那麼硬 我讓它暈回來就對了 好 那瓶口的地方 等一下 這樣子 好 那這邊就完成 好 那這邊 差不多了 那我們先畫那個 橘子 好了 你可以用乾筆 用水稍微擦一下 好 我們先畫橘子 一下 隔黃 一樣用水擦一下 擦出那個亮點的地方 出來 從亮點的地方 往旁邊一直擴出去 這樣它彩度才會夠高 加 好 再加 越加越深 彩度 就越往那個 亮葛紅的顏色偏 我稍微再多加一點點 這邊加下來 好 注意那個水要夠多 你下面等一下才會接得起來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轉色 好 加一點點 芊草紅進來 讓它點慢慢偏紅一點點 會點一些橘子皮上面那個點點的地方 好 接下來我們加一點點 青綠色進來 葛紅稍微多加一點 然後再加一點青綠色進來 讓它顏色變暗 好 這樣才會有那個 暗面的效果出來 好 才會有點暗面的效果 不用整個畫門再畫 就直接接就好 直接轉就好 好 這樣色彩的那個 鮮豔度才會比較高一點點 好轉到這邊 好 我可能要換 我們再換另外一個 加另外一個 顏色進來 讓它轉折的部分 所以我帶一點綠 剛才的綠色 先混下來 先做 做完之後 我再接 因為最暗的地方 不是在最旁邊 而是在中間這個地方 我就接 好 或許等一下我這個 葡萄的暗面 我就不用畫 就這樣就好了 我就這樣完成 還滿自然的 就是說 這個不是我故意 但是覺得還不錯 就留下來 這個要先講 不然大家以為是故意 不小心 可是 覺得不錯 就留下來就好啦 幹嘛重畫 就畫對了 就畫對了 真的就是這樣 就是 有時候就是這樣 就留下來 何必把它再處理掉 做的好的地方 就留下來就好 然後這邊留下來 這樣子有沒有 這樣我們一顆就完成 而且鮮鮮度也會很高 飽和度也會很高 好 那接下來 那個頭的部分 直接用黑澤色 然後顏色用乾 不要 盡量不要有水 盡量不要有水 直接畫就好 點一下這樣做一下就好 這樣一顆就完成了 出度很 其實水果很簡單 一樣水塗一下 最多五分鐘一定可以搞定一顆 最多啦 除非是那個啦 問題是跳不跳 除非是什麼 鳳梨之類的 那就真的需要多花點 否則事實上都差不多而已 我們混一下剛才的顏色進來 嗯 這個應該是 什麼梨子 西洋檸檬 然後再加 格黃 稍微點一下 你一開始用檸檬黃 對我剛才是用檸檬黃 最亮的最亮檸檬黃 然後這邊 加一點格黃 加一點綠進來 好 邊緣 好 越到這邊 一樣越深 好這邊 好 要稍微深一點 好 一樣亮格黃進來 它這個反光好 好強烈 留下來 稍微這樣子就好了 好 那這邊要畫暗 好 黃色加暗 加什麼顏色 加紫色 加紫色 它就會變暗的顏色 加它的對比色 加對比色 好 對比色加完 不夠 不夠黑 我們加一點點黑澤色進來 其實黑澤色很好用 因為我們不用黑色 所以你用黑澤色 來代替 中間按的地方 按的地方 輕輕點 輕輕點 夠的不要做了 就這樣子 這樣一顆又完成了 現在就是一顆一顆一顆完成而已 那我補線畫 就評給大家看 好 剛開始 顏色不要太飽和 等一下我們再稍微飽和一點點 這個剛才是夠的顏色 好 我們輕輕加一點水就好 讓它跟它合在一起 不要把所有顏色都一直重複蓋掉 不是你剛用那個紅是芡草的嗎? 對 這邊加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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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要融在一起 所以我有加水 這點拉下來 先做這樣 等一下我們要做接合 所以你稍微有點倒 到這樣子 等一下那個水會比較 會流過來一點點 這邊我們往下畫 平直約到下面 會稍微深一些 這邊會稍微深一些 好 我再調顏色進來 加一點點 紅色進來 因為紅色的顏色會比較沈一點點 你就加進來 好 藍 這邊顏色 加一下 再加一點青綠色進來 稍微讓它黑暗一點點 然後到上面 稍微黑一點點 到下面讓它黑一點點 這邊拉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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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間 我可以加一點紫色也OK 混一下 顏色不要太重 跟它顏色混一下 加一點紫 這樣顏色會有些變化 那中間部分 我們再加深 再加深的顏色 我們用護士來進來 幾個點 點一下就好 今天也是一樣 就是 也不會要求大家 要先畫到很細 因為我們一直在講 這學期就是 先讓大家先玩一下水彩的感覺 所以盡量去做出有水分的效果出來 就可以了 就一定要先 一定先練習做到這樣 好 我們現在畫葡萄 葡萄 我們剛才已經做過明暗的部分 所以我們就直接 整串一起做了 東青綠色 樹綠的顏色進來 加一點點檸檬黃 一點點檸檬黃 幾個比較亮的地方 我們先上一點點水 像這裡 像這幾顆很亮的 我們先上一點點水 由中心點的地方 往外面過 好 好 好 最亮的那一點喔 你可以用那個 衛生紙把它吸起來 都可以 好 我們再加其他顏色進來 加一點點 加一點點 格黃 點一下 增加它顏色的變化度 才不會整顆都是綠的 加一點黃的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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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來樹綠繼續 加多一點點 稍微濃一點點 好 這邊光影度的部分 比較細緻 等一下來做它 這邊會一個 這邊會一串 好 這樣就會跑出來 先暫時一樣 不要單顆 單顆畫 如果你有時間 當然是可以單顆畫 回去可以慢慢再做 這邊顏色OK的 我們不去動它 先上一點水 顏色暈進來 這樣子 這樣子 好 這時候你可以用那個 清水 把上面的地方 亮點稍微洗一下 把亮點洗一下 像這個光的部分 洗出來 光的部分 像這裡 稍微洗出來 稍微洗一下 有光的那個效果 那接下來繼續做 先綠色 再加進來 加一點剛才的那個紫色 點一下 看一下 我點一下岸邊的地方 我點一下岸邊的地方 好 開始 接下來就可以開始 一顆一顆的去處理它了 先整個做 然後做完之後 我們再之後再一顆一顆處理它 然後後面這邊 後面有一顆 好 像前面這個已經乾掉了 邊緣就不會暈進來 就會剛剛好 好 這一顆我們之後可以 畫細一點點 我再做細節一點點出來 這樣一顆 然後 這一顆是 一樣可以稍微乾擦一點點 先把那個皮的質感 先處理出來 看 再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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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的地方再疊一點點 這邊越來越深 輕輕點一下 越到旁邊,越來越深 顏色一直接下來 注意那個水分的接合 接好就可以了 這樣子 這樣又會一顆出來 這樣彩度就會保證都會還蠻高的 因為時間不太夠 我先直接畫這個給大家看 先把它做出來 用黃澤色調一點點綠 往裡面做一點點 加一點點紫色進來 加一點點紫色進來 這邊我會留一道 原來的那個畫的顏色 稍微留一下 點一下 好,青綠色再加 來P 這樣子 接起來 這邊我們加深 加深之後才會把這個凸顯出來 好,紫色加進來 好,紫色加進來 OK 先把它做一個整體化的效果 這邊讓它暈進來 下一點清水 但是水要稍微往這邊流 這樣才不會堆積到這邊來 好 這樣色彩就會很自然的去融合在一起 好 好 然後屏鏢的部分 我也是稍微先做一下給大家看 屏鏢的部分 一樣先從淡的開始先做 然後黑的地方 一樣你也畫深一點點 然後字的地方 我再稍微直接寫就好 從淡的寫到深的 然後上面的那個 這邊是亮的 所以我們用孤蘭 直接用原色就可以了 不用加任何顏色 因為它下面有顏色 所以它孤蘭不會很跳 你放心 這個地方留原來的顏色 當作它那個金標的顏色 越往兩邊 加群青色進來 加一點群青色進來 下拉 這邊拉一下 中間我們用護士來進來 加深 加油 來吧 中間這一段加它 弄原色 對 拉進來就好 複複自然的顏色 沒有複複自然加一點點紫色進來 加紫色進來 它會再更黑一點點 大致上的做法會是這樣子 一直加一直加一直加 把顏色一直加上去 屏標 靠近這邊 它也會變得比較深一點點也稍微差深一點點 整個過程就是這樣 東西就可以越化越細 越化越細 那就大家試試看 可是如果先畫靜物再畫背景 會有什麼問題嗎 不好接 中間會很難接 而且整體感會比較不好控制 除非說 整體感可以控制得很好 那你就可以先畫前面再畫後面 可是我們會希望是整個一起做 這樣比較好比較 所以我請問一下 你剛才下一個顏色的時候 是不是也有加那個波蘭 不然你沒辦法去測試這個 你跟我講 謝謝